濃郁芝麻醬配上清爽小黃瓜絲 天熱來碗涼麵最對味 近期白天全台高溫 軟爐夏天 位在台北市萬華區的涼麵店 隨著天氣升溫 買氣增加 最近天氣比較熱 所以說生意有大概多三層至四層左右 陽光灑落街頭 民眾幾乎穿著短袖 還有人拿傘遮陽 23號全台平地高溫 北部東部30 31度 中南部可到3233度 氣象局更預測台南高雄 局部地區恐破36度 不過這樣的好天氣剩下一天 明天有一道封面會略微的 通過我們的北邊 降雨距離會稍微增加一些 週末這一段時間 由於東北季風的影響 氣溫也會略微下降 未來的降雨趨勢 由於封面持續接近 預估週五下午 就會逐漸開始影響 水氣變多 中部以北局部短暫震雨 到了週六中部以北 南部山區降雨機率增高 週日到下週一 降雨區域廣闊 全台降雨提醒民眾 外出記得攜帶雨具 今年第一道春雷 也可能即將出現 週六週日 有可能會看到 今年的第一次的春雷 近日天氣變化大 氣象局也建議 週四天熱可穿短袖上衣 但週五到週日 建議添加薄外套 各地早晚溫差大 要特別留意 藉著城鎮茂陽宗宴 台北報導